土耳其在台湾时间6号上午9点多 发生规模7.8强震 造成了严重伤亡 相隔不到24小时 台湾花莲近海7号清晨 发生了一连三起极浅层有感地震 让不少民众直说吓坏了 地震中心解释 台湾跟土耳其地理位置较远 发生的地震没有关联性 但专家说要达到土耳其强度的地震 在花莲东北部的外海 是有机会发生的 提醒民众还是要做好防灾准备 土耳其才发生规模7.8强震 相隔不到24小时 台湾花莲近海7号清晨 一阵天摇地动 不少民众直呼 正在关心土耳其地震 突然感到大力摇晃吓了一跳 那因为土耳其这个地方 他们是阿博板块跟欧牙板块 相互交碰撞的地方 那跟台湾这边距离非常远 所以这两边的地震 基本上是没什么关联的 根据地震中心分析 2月7号一连三起有感地震 先是清晨4.20分 花莲近海发生规模5.1地震 最大震度4级 紧接着4.26分6.12分 另外两起规模超过三余震 三起地震 震央都位在花莲线近海 台湾近期地震活动频繁 是否可能会发生 类似土耳其大地震 目前的研究 大概只有在花莲的东北部外海才有可能 规模如果7.8在陆地上 那在镇央区附近的房子 大概都没办法承受 土耳其地震专家艾哈迈表示 这回规模7.8强震 镇央位于四个主要断裂代交界处 威力约等于130颗广岛原子弹 持续爆炸了43秒 紧接着余震不断 伤亡人数不断攀升 让人联想到过去921大地震 看看两者相似之处 成因都是板筷碰撞 位于较长地震带 规模超过7 都属于极浅层地震 接在清晨发生 921大地震所处的车龙浦断层 是否恐再次能量释放 根据学者研究 它的周期大概是数百年 到现在也是20多年这样子 历史学家观察 越长的地震带 引发的地震规模越大 但地震发生难以精准预测 提醒民众 仍需时刻提高防灾警觉 这讲是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好